美国卸任总统特朗普曾经在发第二笔疫情纾困金时强烈表示 600太少了,应该发2000才够用 现如今,还有6天就要卸任的他肯定是无法完成这个承诺了 但是,即将接任的拜登表示 没关系,你发布成,我给你补购 随即公布了1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援计划 不得不说,在整个美国总统换届的过程中 只有这件事才有那么点接力的意思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拜登上台后到底打算如何普惠民众,迎娶口碑 1月14号,拜登公布了一项新冠病毒应对方案 将包括扩大疫苗接种率 并帮助冲抵大流行病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说 美国救援计划将处理随新冠病毒而加剧的严峻的跨代不平等 拜登的计划包括向美国家庭发放新一轮直接付款 提供资金帮助学校、安全开课 并发起全国范围的疫苗计划 方案还详细列举了向小企业 特别是由少数族裔创业者拥有的小企业 提供救援的内容 我们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 直接打进账户里的一次性疫情救助金 这次美人将会再发1400美金 加上今年1月初 大家已经收到的600美金 总共将会收到2000美金 至于这笔钱到账的方式 想必大家已经清车熟路 不用你做任何事填任何表 政府将会直接把钱打入你登记在税务局的银行账户里 如果你没有在税务局登记银行账户 那将会收到一张支票 收款时间当然也会推迟 除了这笔钱之外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补助 比如将每周的联邦失业救济金 从300美元提高到400美元 并延长到9月底 以防止数以百万计的人 在3月份失去失业援助 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延长暂停驱逐和暂停抵押拍卖令至9月底 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救助 为K12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1700亿美元 为新冠检测提供500亿美元 包括在学校进行检测 为制定一个与各州地方和部落合作的全国性疫苗项目提供200亿美元 拜登呼吁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接种 不论移民身份 支持有儿童的家庭 包括将儿童税收抵免在当年全额退还 并将抵免增加到每个儿童17岁以下3000美元 6岁以下儿童为3600美元 不得不说 拜登这个计划还真是面面俱到 基本照顾到了所有人 除此之外 拜登还制定了目标 要在他1月20号上任后 白日内接种1亿剂疫苗 预计他的方案将包括提供资金来扩展疫苗接种活动 美国政府已批准两种不同疫苗可供紧急使用 这两种疫苗都需要先后注射两次 到目前为止 有一千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针疫苗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表示 通过一项疫情纾困方案将是民主党掌控参议院后的首要重任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被众议院弹劾 这有可能让参议院的日程安排过满 但是拜登表示 他希望参议院能够在弹劾案与其他重任之间把握好平衡 不过 大家一定对这么好的发钱法案是否能通过持有怀疑态度 别忘了 去年第二轮发钱计划认识拖了9个月 幸亏美国疫情持续的够长 不然这笔钱可能就没有发的必要了 那这次发钱计划会不会一样让大家空等呢 据CNET外媒分析 1月20号拜登上任后 民主党将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拜登有相当大的机会获得通过发钱计划所需的多数票 而且目前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许可了他计划的部分内容 因此预料国会通过的阻力会比前两轮小 毕竟新冠上任三把火 相信拜登一定会让这把火迅速燃烧 怎么说也要抢一波一直被特朗普霸占着头条的新闻吧 目前美国已记录了将近388000起新冠病毒死亡案例 在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一直处在感染病例激增最为严重的情况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美国平均每天新增245000起新病例 3300人死亡 因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也创下纪录 所以相比于上台就发钱 不如上台后立刻着手开始控制美国已经失控的疫情 争取让大家的生活早日重回正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